這個支援檔做上去之後的話 那我們有一個About跟一個Quiz 就兩個 一個是關於結束 那第二步就是說我要把 這一個Menu給怎麼樣 載到我按下那個Menu鍵會能夠跳出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需要 做兩個方法的實作 OK 那這兩個方法特別注意就是 請會開啟MainActivity裡面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把它見到 因為這裡面已經有建一些東西 我們把它建在底下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你要記得 第一個 我們要讓它自動跳 因為我會有兩個方法 那這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叫 On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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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Menu 就是當OnCreate的時候 要把OptionMenu給載進來 那第二個方法是 OnOptionMenu Select 所以兩個方法 那如果你要自己打的話 應該蠻辛苦的 所以Eclipse 它知道你應該打不太出來 或者是可能 你要去找找半天 找不到 所以記得 你可以把游標先放在哪一個層級 放在Activity旁邊這個層級 因為我們是 兩個方法是 Activity裡面的方法 所以你直接在Activity 這個層級裡面刮斧 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呢 程式 它會可以自動幫你去找到 你要的方法 也就是這個Activity裡面的方法 在這裡面都有 它會全部列出來 如果你要產生的話 非常簡單 就是自幻實作方法 按右鍵 其實這個方法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如果哪個方法沒出來 你要把它叫出來的話 就點下去對不對 這個時候Activity成績就出來 記得是Activity 你不要 有沒有放錯位置 就找不到Activity 然後它的名稱叫做Uncreate 就是當 這個Activity被載入的時候 有沒有 它會有一個Uncreate 它是按照那個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Uncreate OptionMenu 有沒有看到 OptionMenu 這個打勾就可以了 然後要放在哪裡呢 插入點 我看乾脆放在最後好了 放在MyAdact後面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亂 我放在最後面 最下面好了 而且它會自動幫我插入正確的位置 不然的話 如果你從別的地方複製貼過來 可能還會貼錯位置 第一個 OnCreate 那個叫OptionMenu 所以 OnCreate OptionMenu 這個其實用理解的就好了 背的話其實也很辛苦 再來就是 第二個方法是 On OptionMenu 就是當 On OptionMenu 被選取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有兩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 On Option 所以往下找 On Option Menu Menu 什麼呢 Slate 有沒有 被選取的時候 打勾 它會傳一個參數 Menu 的Item 到底哪一個被點選 OK 那 插入在哪一個呢 插入點特別重要 我們就放在那個 因為我們是用List View 4來做練習 所以將來 你可以看看你 情況要放在哪裡 那我是放在最下面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自動產生了 而且 不會寫錯 OK 好 來看一下 插入之後的話 這個下面 所以往下看 它會增加一個 兩個 不過這兩個 如果你是用那個 SDK 4點插的版本 應該會自動 已經有寫了 所以如果自動寫這個 跟這個的話 那你就不用插入 如果沒有的話 有可能這個有 但是這個沒有 那你就自己再插入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呢 把這兩個 載入之後 要在Uncreate 的時候 載入剛剛我們 建立好的那個 就是Menu的支援檔 把它載進來 那載進來的話 就必須透過一個 叫做Menu Infector 剛剛有個Layout Infector 那現在這邊 要叫做Menu Infector 要把它載進來的 產生器 然後把它載進來 那這個Menu Infector 已經 就是等於是隱含在裡面的 所以你要記得 所以你要記得 它叫做Get 名稱叫Menu Infector I大寫 它的規則 Infector Tr 小瓜糊 因為隱含的 所以給它一個小瓜糊 點下去 如果你字沒拚錯的話 點下去會有反應 但是如果你點下去沒有反應的話 表示什麼呢 表示你拼錯字了 特別注意 如果你沒有拼錯字的話 點下去就會有反應 如果點下去沒有 那表示你Check一下 字有沒有拼錯 那這個時候的話 裡面有一個叫Infect Infect 就是把Menu給產生進來 對不對 所以產生進來按個Enter 它會問你什麼呢 你的Resource在哪裡 所以Resource就是 R 點什麼呢 點Menu 對不對 我們不是有個Menu 點什麼呢 裡面不是有個Men 有沒有 有個Men 沒錯吧 如果 有時候應該基本上 Men預設就有了 預設就有了 後面Menu 預設就用Menu就好了 傳進來就Menu OK 然後呢 把它結束掉 這樣子的話 你把它Run起來 你的Menu就會有了 只是說 你那個Option Option 將來你這個地方 這一行寫完之後 按一個Menu 這個Menu 就會跳出來了 但是你現在點它的話 沒有作用 因為你還沒有實做什麼 OnOption OnOptionItem Slater 就是Option 這個方法還沒實做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新增 這個右鍵 特別是你右鍵的位置很重要 你一定要有標 放在Activity 那個刮斧的裡面 它才會知道說 你是要新增的是 Activity裡面的那個方法 你放說 如果你是放在那個 MyAdaptor裡面 你會發現 你就找不到了 所以那個標 位置很重要 然後右鍵 自換實作的方法 為什麼要自換實作 因為 其實Activity 它也是一個抽象類別 所以我們要去 去複寫它的方法 所以要把那個方法給叫出來 然後重新再複寫過 OK 所以用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好處就是 你可以 只要記得說 那個名稱 那也許有時候 你拼不太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幫助你 產生 那有時候我看到 國外老師那個很厲害 因為他們英語系國家的 他們就講英文的 所以他打的 我看打得 哇 飛快的 打得非常的 因為這個語言 本來就是他們的語言特性 所做出來的 他們可以很方便的 快速產生 我當然還是要記很多東西 如果說有些東西 你記不太起來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 所以兩個 一個是on-create-option-menu 一個是on-option-option-items 類的兩個方法 兩個方法